各位好 我是钱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来自于美股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三大主指呢 开盘以后涨跌互件 现在倒指的跌幅是0.05% 变成破坏500指数的跌幅是0.1% 而纳指呢 是微微上涨0.03% 基本和昨天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好的消息方面 主要是经济数据 本周首次失业人数再次下降现在只有29.2万人 对市场有支撑性 但另一方面 像黄金等价格在今年出现明显下滑 所以造成市场一定程度的压力 但原油的价格在今年还是有攀升的 现在是每桶的108.43美元 而现在黄金的价格已经跌破了 每盎司1330美元是在1329.6美元 那所以可以看到今天和黄金相关一些 矿产类公司的股价呢 都是出现明显下落的 除此之外 今天美元呢是呈现走软 所以对于呢 大宗商品应该说呢 总体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的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消息 首先关注一下财报方面 Lululemon一家呢 制造呢 这个运动服务的公司呢 他们由于呢 在上个季度虽然销售是出现增长 但是呢 利润出现了缩水 另外同时对于呢 今年啊 盈利 美股的盈利呢 并进行了下调 因此呢 股价呢 有明显的下滑 另外呢 也是呢 服装成衣制作方面的 The Men's Wearhouse呢 最新的财报也是不期仁义 目前他们的股价的缩水幅度呢 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再关注一下 Pandora在今天的科技版画当中 可以说是表现可圈可点 他们呢 最新的公布了新的CEO的人选 让市场有很大的期待 因此呢 股价的上涨呢 也是接近10% 再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明显缩水的苹果公司 由于呢 昨天呢 这个Econ一个大的投资人啊 其实是有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呢 对于苹果公司还是非常看好 认为他们在未来的增长还是非常有前途的 因此可以看到呢 苹果的股价连续下滑之后呢 今天有所攀升 就在关注到Dare公司 那他们的股东呢 已经呢批准了 他们的这个创始人Michael Dell呢 对于他们私有化的一个计划 目前的股价是小幅增长当中 以上呢 就是周四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